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田纳西泰坦队争夺分组冠军行士 喷射机队战绩7胜8负 目前在大联盟美国联会东区小组垫底 美洲虎队是凭借全场218马船接成功和147马短跑冲锋 以赫人身份战胜纽约喷射机队 获得例行赛季16周赛程首次三场连胜 也是自从11月6日以来7场出赛5次凯旋 这场比赛是两名新鲜4分位的对决 他们分别是2021年度大联盟选秀状元劳伦寺 William Trevor Lawrence 和同一年选秀榜衍维尔森 Zachary Capno Wilson 现年23岁的威尔森 由他周出生 杨百汉大学校友 是纽约喷射机队期盼中的主要四分位 现年也是23岁的劳伦寺 田纳西周出生 可莱门森大学校友 已经是美洲虎队的当家四分位 美洲虎队是于12月22日晚间8时16分开始 到新泽西州东罗斯福特的大都会人寿球场 Madlife Stadium 做客 7万43名球迷干冒低温和湿冷进场 上座率85% 美洲虎队在全场控球34分钟52秒 主队则有25分钟8秒控球 客队被判罚三次损失25码 主队遭到判罚9次累计64码 美洲虎队6尺6多的先发4分位劳伦寺 在本季已经15次先发出赛 战绩7胜8负 单场至少都有22次试图传球 并且至少有11次以上接应成功 每场至少累进133码 还有每场比赛至少都有两次持球冲锋 起码累计推进1码 他在这场赛是传球成功率64.52% 但是没有传球达阵 传球31次给8名队友其中20次成功 累计推进229码 最远传球距离36码 没有遭到拦截弹 有一次遭到禽沙损失11码 此外 他还掩护6名队友冲锋32次推进96码 自己也有7次51码冲锋一次达阵 喷射机队和美洲虎队 自从1995年9月17日以来 历年在例行赛事和季后比赛总共交战过17次 一次季后赛 美洲虎队累计9次告捷8负 累计得到356分 喷射机队历年来累计得到298分 两队最近一次是于2021年12月26日 在新泽西州开战 主队以26比21获胜 喷射机队由威尔森担任先发4分位 可惜在虚声中提早离场 他在这场赛时传球成功率只有50% 也没有传球达阵 传球18次其中9次成功 累计推进仅92码 最远传球距离30码 有一次遭到拦截 还有三次遭到禽沙损失20亿码 劳伦斯和威尔森这个回合的对决 反映出当年选秀者的眼光 彭广阳 2022年12月24日